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贝克·汉姆和维多利亚一家在法国度假真心有蛮久啊,一直不断有他们的度假招出来,看的网友们都想去海边浪了,而在9月2日,又有网友们补发贝克·汉姆一家在法国度假的图片了。 这次可除了父子之间的玩耍斗乐以外,更由贝克·汉姆和维多利亚老夫老妻的浪漫时刻甜蜜了忧,这次的度假招中,贝克·汉姆一家还是在海边玩着,而这次不是海边了,却是租了一个游艇吧,一家人全在游艇上。 但是,贝克·汉姆和维多利亚两人双双躺在游艇上,维多利亚还用手搭在贝克·汉姆的肩膀后面,密码在一起的样子。 真心很甜,毕竟结婚多年,还能有如此甜蜜的感觉很不错的。 而罗密欧实力充当着电灯泡啊,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,就这样坐在了母亲旁边。 哈哈哈哈,贝克·汉姆和妻子儿子在游艇山交流着啥,而小妻则自娱自乐的套着游泳圈。 实力可爱,网友都直呼,他端在做俯卧撑吗? 哈哈哈哈,躺着修西然,贝克·汉姆和维多利亚也加入了孩子们的玩耍中。 而贝克·汉姆真的是一个老顽童了,突袭儿子,从后面推儿子下水。 哈哈哈哈,在大海上也敢玩这么高难度,得得跳水运动也是佩服啊。 网友直呼,跳水,确定某个或者某几个儿子不是应下去的,也是笑哭了。 看大不似乎也是被贝克·汉姆给推下去的吧。 哈哈哈哈,看贝克·汉姆这幸灾了祸,的样子就想笑了。 实力坑啊,一家人就属于贝克·汉姆最顽疾了吧,而一旁的维多利亚,就是这么安静的看着。 这双腿真心比直比直低啊,这身材是真好啊,辣妈属性了,身材保持如此好,特别是下腹完全是平的。 虽然贝克·汉姆和维多利亚在一起这么多年,孩子都有四个了,但是似乎夫妻俩的感情浓度并没有变化,玩累了。 老夫老妻便在游艇上躺着一起聊聊,而孩子们很失趣,都躲过这浪漫时刻。 哈哈哈哈,看着照片,维多利亚就是平躺在游艇上了。 这身材,还真是好的,很挺呢,剪两张是钱。 而这一张照片就不知道是在干嘛了,网友看后都知乎,老辈你在干嘛,哈哈哈哈,要舞台的节奏吗? 不过放大图片,看好像是有碎花的衣服哟,不知道是不是小七躺在中间呢? 画面好温馨,超前的了。